大家好 我是杨中科 从这节课开始咱们来用几节课的时间来学一下托管服务 或者叫做host service 它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呢 它解决的是咱们在asc.net call中 让部分代码运用在后台的 什么叫运用在后台呢 因为你看咱们的现在写的代码 无论是controller里边的 或者说咱们filter中代码 是不是这个代码都是由用客户端的某个请求来触发的 咱们登录的请求 那肯定是用户客户端发出登录请求的时候 咱们的代码才执行 那包括咱们filter中的代码 那也是说客户端发出一个请求 或者发生件什么事 咱们这才会执行 但在asc.net call中的代码呢 有的代码咱们是需要在后台运行 或者在后台的指定的时间来运行的 比如说咱们服务器启动的时候 咱们在后台先把一些数据建设到混存 OK 是吧 在后台请 就是它不会干扰到咱们前台程序运行 它在后台来加载的 或者说比如说每天凌晨三点 把数据然后导入到另外一个备份数据库 或者说每个五秒钟 从一个表里边读一些数据 存到另外一个表里边 那么这样一些 独立于咱们前 不能叫前段 独立于咱们那些controller代码的一些 在后台运行的代码 这样的话就涉及到说 怎么样编写一些运行在后台的代码 那么到那的靠里面的hosted service就是干这用的 咱们只要让编写一个类 这个类实现了ihosted service接口 然后在他这个接口里边的方法里面写代码 那么咱们的代码就会运行在后台 当然咱们一般情况下是编写 这个继承字background service 这个类 因为这个接口的话 用起来相对来讲比较麻烦 咱们一般用这个类 一般继承字这个类这个类 当然最终也是实现的这个接口 比如咱们当然线河的写好类之后 咱们要在program的cs里边写上 ihosted services ihosted service 然后把这个辅助进去 它就会在后台运行了 接下来我来写个比较简单 就是说这个后台服务启动之后 这个等待若干秒之后 读取一个文件 把这个文件输出 然后延迟若干秒之后再输出 我写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后台服务 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我看我重新建一个项目 web api项目 这就建到 叫做这个托管代码 这托管代码这个名字感觉很怪啊 但微软翻译成这个托管托管服务 我还把这我直接写它的英文叫做hosted service 因为这个咱刀那里边这个manage的是吧 他也翻译成托管 微软也翻译成托管 什么manage咱们说过这个呃 这个咱们成咱们都内程序是不是manage的assembly就是叫做叫做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啊 但这里边的这个host啊对就翻译成这个托管了 这一咱们这边他也翻译了团案就这俩团案都分到一弄到一起混了 所以我还是直接叫他英文吧 叫hosted service hosted service 所以这就是程序员啊 就有人说程序员不需要怎么学英语 确实不需要成为英语专家 但是基本这些成为英语你还是要清楚这个了解的 因为很多的这个一旦翻译成中文 他的意思全变了 好看 你看我在这就写一个这个呃 test hosted service 他呢咱们最终都是实现那个ihosted的service的这个接口 但一般咱们继承的这个backgroundservice这个负类 然后呢咱们呃这个实现它的这个executeasync这个方法 在这里边咱们写这个呃托管写这个这个后台代码 然后在这做的事情很简单 你看它这个一步的方法 这个task是不是一个一步的方法 咱们一般把它修饰上面async 那在这啊咱们先我就直接控材输出了 我不用不都不通过log了 你通过log也行 我在这最简单通过控制台就得了 然后这个启动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在这 这个delay一下 是吧 咱们在这个一步单位那边 暂停 一定不是threadsleep 而是这个await taskdelay 一定得记住了 不要用那个sleep 比如说写三秒 不要用sleep 所有的一步里边都不能用sleep 然后接下来咱们读取这个文件 file read all text 读地盘那个什么文件是吧 从地盘读个文件 1.txt 是吧 比如说再暂停一下 再暂停个 这可以写一 在这啊 这个文件读取完成 读取完成 然后呢 在这再暂停个三秒钟 然后开始输出这个文件的内容 ok 看一下我这个后台服务 当然写完之后 千万不要忘了在这个program 点s里边 builder builder点 are add services add hosted services 在这写这个hosted service1 然后咱们启动 hosted service启动 你看它是几乎随着服务器启动的 是吧 读取完成 然后再过三秒钟后 m样中科 看到了吧 ok 看到这一步了吧 那咱们可以在这个 可以看到它是随着咱们的整个web服务器启动是启动的 我并没有说等外部启动完之后 它才启动 是吧你看咱们甚至可以在就在这边咱们await时间多等一段时间咱们等个这个15秒钟吧 等十五秒钟 你看 咱们在host service这还没有运行完呢 但前台咱们这些东西是不是已经可以用了 看到了吧是不是已经可以用了 他这没有这些话能可以那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host service中代码是不是也是在后台运行的 并不影响咱们前台代码 ok这是咱们给他讲的这个简单的一个host service你只要一般情况下只要继承自这个类然后在这个方法里边写代码就可以了 他会在后台在咱们服务器启动的时候他就在后台运行 那么 最后别忘了给他 通过这种方式给他注册进来 那么 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啊 就是说如果说咱们的这个host service中的代码发生异常的话 你看 比如说咱们在文件读取完成之后啊 咱们在故意的造个异常 s to screen 在这儿的话 咱们这个程序肯定会怎么样 抛异常吧 在这儿说会出现闹异常了 咱们看看这个程序的会怎么样 你看 你看程序怎么样 傻听掉 你看 在这个日志里边咱们也看到 这儿出现了这样一个异常 然后 程序就杀青荡 程序就停了 看到了吧 咱服务器就退出了 这就是他的默认的行为 就是说当托管服务中发生未处理异常的时候 程序就会自动停止并退出 注意这是从道内6开始 道内6之前不会这样 有听说道内6怎么还引入这样的bug 注意他不是bug 这是 这个道内的框架更加成熟的一个标志 就是说 不是什么东西微软 都帮你脱底了 后台服务 一般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服务 一旦后台服务中出现未处理异常 这是很严重的 因此从道内6开始当托管服务中发生未处理异常的时候 程序就会自动停止并退出 以示警告说出现了很严重的错误 当然如果说你已经习惯了道内5或者道内3.1那个时代 托管服务中发生异常程序不会自动退出 那你也可以说把这个选顺 这个选项设为这个 就是background service exception behavior 把它设为一个闹 那么同样会后台服务发生异常的时候程序不退出 但是不推定大家怎么做 他默认这个行为挺好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的异常就应该被妥占处理 而不是被忽略 OK 这是一个异常 咱们编程中异常处理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 异常不要去隐藏 不要去忽略 有异常去正面面对他 你这个意思吧 应该正面去面对他 你这个意思吗 而不是去隐藏去忽略他 忽略隐藏看似好像是风平浪静 其实咱们系统底层这个底下已经是风起云涌了 OK 出现异常处理一场 这才是正常的态度 这也是微软为什么从道内6开始 让咱们的host service 一旦出现异常 默认情况下就退出了原因 让你呈现重视他 那怎么办呢 第一个咱们代码中啊 应该对于这样一些出现异常的地方提前做预判 比如说你读文件 你就应该提前去判断一下这个文件存不存在 存在的话你才去读 不存在的话你不要去读 OK 理解的意思吧 或者说不存在的话你最起码在日志里面报复错 是吧这个文件不存在 但是不应该让他抛异常 因此 第一个你要考虑是在程序中对于可能出现的 异常要做提前的判断 在这提前去读这个文件 比如说连数据户的话你提前看一下 这个数据户是不是能连上 OK 但是呢你再怎么样做预防 也不可能说把所有的异常都处理掉 因此呢 在 在啊注意在做好了充足预防的前提下 你再建议大家对于整个这个 呃这个 execute sing方法 拿try开始包一下 理解吧 在try开始来做包一下 注意并不是直接try开始包一下就行了 该提前预防还提前预防 但是 这个try开始是做最后的这个 最后一轮 这个叫什么来 最后一轮的这个 扫尾的工作 ok对于没有我想到的异常 你到这再来再来做控制 再来做这个统一的try开始 ok 所以这个是最后一招 不是说 写个try开始就完了 这个 服务中 出现 这个 未处理 一场 ok 这样的话 即使你的代码中出现未处理一场 也不会导致退出了 ok 哎呦你开始了 所以说 咱主会把这个一场打印一下 咱并不会导致这个程序退出 能列的意思吧 ok 所以这是最后一招 你在这该判断该提前判断还得提前判断 最后再给他加这么一道最后的防线 ok 那么 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托管服务 它是以单例的生命周期的形式 注册到咱们的依赖服务容器中的 因此啊 咱们托管服务是可以 注入其他的服务的 但是不能注入这个 顺态或者说这个scope的服务 ok 不能注册顺态或者scope的这个服务 那么 呃 比如说如果说你要想注入这个 ef靠上海文的话 你们成绩就会抛出一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dbcontext 它是属于一个 scope这个服务 而咱们的这个 因为你想你这个服务 它运用在后台 它一定是一个全局的单例的 因此呢 它不能注入scope或者是transit的服务 ok 如果说你就想注入这样一些服务的话 那怎么办呢 你需要注入一个iservicescopefactory对象 你在你的你的代码里边 手动的来创建一个iservicescope对象 然后在这里边你就可以来创建短生命周期的服务了 ok我再先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这个 比如说 我在这儿有一个写 我在随便先写一个服务版 叫test test service 这个test service呢 就算1加1等元2的 ok int add int i1 int i2 称i1加i我这个服务很简单 但是呢我就是把它注册成这个scope服 builder services 呃 ad scopped 这个 叫做这个test service 那现在我如果说想在这里边用这个服务 直接这么注入行不行 private 然后把这个异常去掉它呢 private readonly test services test 然后在这儿 test services add 1加1 ok 然后咱们来走一把 你看这儿报一堂了 some service cannot be able to be constructed 是吧 你看singleton implementation type 那么你的咱们的hosted service 它是属于singleton 是一个单例的这样一个服务 无法消费使用这个 这个类型服务 因为它是属于 这个 这个scope的一个服务 ok 它是scope的服务 所以说不能在单例服务里边消费这个scope的服务 因此这样做不用 那怎么办呢 按照我PPT讲的 这个注入一个i service scope factory这个对象 在它里边呢 咱们自己手动来创建一个scope自己手动创建一个服务 ok 创建一个范围 privatei service scoped factory 是吧 没错吧 scope factory 对 这个 servic scope factory servic scope factory read only 然后呢在这里边呢咱们可以这个调用这个service scope factory 这个create scope 创建一个范围 但它有一个一步的范围 咱们一般用这个就够了 叫做i service scope 当然咱们这其实用不到这个 咱们只要在这private 那不用把它存下来 咱只要存这个scope就可以了 i service scope service scope 看到了吧 i service scope 在这就创建了scope 那么在这个scope里边咱们就可以这样了 service scope 这个service provider get required 这个的话咱们只能手动来获取这个服务了 一个test services OK 然后呢最后 一定得记得咱们要在这alright的dispose这个方法 这个类似定dispose方法 然后咱们在这里边呢 把它给dispose dispose掉 这个scope就表明这个scope结束了 所以我这个scope的生命周期 其实就和我的这种一个hosted service 一样的 一样的生命周期 OK 但我在这呢 手动创建了一个范围 在这 范围停止 然后我这是从这个scope里边来获取这个 服务 那么这就可以了 咱们再看看 启动 看这个是不是掉成功了 所以说我的这个方式就是啊 对于一些非singleton那个服务咱不能直接消费那怎么办呢 咱们就要就注入一个i service scope factory 然后在scope factory里边咱们再创建scope 当然需要在这个 这个backround service dispose的时候 咱们顺便也把它给dispose掉 然后在这里边咱们就通过这个service locator这种方式来定位这个服务了OK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 一个思路 后续比如咱们在这个 hosted service里边咱们需要这个 使用dbcontact的时候咱们就这么做OK